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我是石头 今天我们的节目是时事评论员 路桥女士 路桥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近期看到中共似乎是动作多多 从口水战开始就似乎做了很多动作 包括了习近平近期签署了一个非战争军队行动纲要 签署了这个纲要有人认为习近平很可能在内斗里 为了展示他的权力而展示他的军权 另外一种解读就是他签署了这个纲要 其实也是为开展而准备的 也看到了中共的国防部长艾凤和 也在新加坡的会议上 突然间在没有任何提示之下提到了核武方面 那会不会用核武来震懾国家呢? 也是有可能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 近期中共的清零政策也搞到他们的经济下滑得相当之厉害 而这一次又这么战狼出来呢? 那投资者还敢不敢去中国投资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 中国的经济会不会下滑得相当之厉害呢? 我们请老桥来今天和他们分析一下 是 他就签署了这个命令 叫《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干扰》 就今天就是6月15日就是实行的了 那个干扰讲什么呢? 它有6章59题 主要就是满讲习近平的思想 以他的思想为指导 又想贯彻习近平的强军思想 又坚持总体国家的安全观 有效的防范 就是发展风险这些什么东西 也是这种理论上的东西 但是实际上它是几乎是万能的 它是可以处理突发事件 会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会可以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利益 可以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 又可以创新军事力量运用的方式 另外也会说到规范了军队在非战争的时候的军事行动 应该如何实施 就是什么都包在里面了 真是包山包海了 那它签着这个干扰的目的是什么呢 很多人认为它要出台一套干扰 主要就是将它以后做的事情合法化 以后就撕出有名了 你不要说我们是乱来 我们已经有了这个干扰了 我们按照这个干扰做的 大家都知道现在来说 已经进入了非常爆炸性的时期了 习近平在11月就要 他要在那个20大里面他要连任 但是可以说中共在这个七十多年里 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面对这么大的难题 外交就不用说了 里面楚歌 他自己拿来那个防疫的清零政策 又搞到现在就不三不四 经济已经是走向下波路 是崩溃的那个方向地走 不是说小小地整那个方向 因为这样所以很多的反乘势力 我们最近听得太多了 就是强力地反擊 所以在一个这样的时候 他出了一套这样的干扰 我看来就是他们是想 尝试用这个干扰是大小通行 也有一点一路永逸的感觉 就是我出了之后 我无所不包 所有的东西都包在里面了 有什么事情都可以用这条干扰来应付 刚才我所说的 中共面对或者习近平面对的困难里面 当然他最怕的一条就是 党内的奪权或者是政变 这些东西 最近你又不能说他这样怕是没有理由的 我们真的看了很多 第一个就是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的确有降温 很多时候你会发觉 他好像已经有少少无足轻重 或者是无可奈何的感觉 这个被人从来都没试过 觉得这种家族是有这么无奈的时候 第二个当然 主要是李克强走到很前 再加上地方政府也有很多不同的问题上 出现了很不协调的声音 有些人说民间发生的事 其实都是在习近平的眼中是政治的部分 譬如唐山事件下 有几个穿着Police的T-shirt的人打个女人 这件事就爆炸性 在中国里面就在发烤 但就习近平的眼光来说 像唐山事件这些民间的一些职怨 或者民间的一些不满 亦都是政治事件 这个是很多人说 他背后有很多的政治的较量 在里面 因为好像这些事件在中国大陆 不是今天发生的 早就发生了不知多少年 还有是无数的地方发生过 就是说的简单 一帮这样的人去欺负女人 去打个女人 那在中国大陆 有哪个地方没有发生过这件事 但今次来说 官方的反应 是他允许把视频 或者短片拿出来给大家看 给大家看 给大家发烈 那这个呢 在习近平的眼里 就是一个政治事件 当然就是从民怨方面来说 人民的感情亦都是很真 以前来说 有些事情反省不敢说 现在大家就有机会 博命敢说出来 所以很多人说这个民怨 或者什么 但是其实在中国大陆的 这样的政治环境里面 这些都是政治事件来的 大家抓紧一切机会去发烈 那很可能有部分人 都是因为清零的情况 使他们满土气 现在也都利用这个时间 或者这个时机去发烈出来 就习近平来说 如果清零真的不靓 到最后 这个很可能 经济真的崩溃了 那他可以就是 用他最后的权力 当然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他最紧要的 就是他的控制军队的能力 他是强行去实施 这个所谓的非战争 军事行动干扰 那我很多人就预测 最差最差的情况 就是真的中共 没有负了 中国乱了 中国经济崩溃了 那他就会 可能就是会延迟 二十大的举行 全面军管 全国家军管 那这个最差的情况 那在这个纲条里面 已经是cover了 就是已经是包括了 有什么事 他都可以觉得自己可以处置 这个是最差 没那么差的就是 他现在也是趁机 就是制造一个 一个这样的环境 或者一个这样的气氛 就表示他对军队 有绝对的控制权力 那对民众来说 也是一个宣传来的 那对军队来说 就是展现自己的权力 我是军委主席 我现在有个这样的纲要 我签了了 你们要去做 那因为你签了一个纲要 如果军队不实行 就可能都会有很多后果 所以对这个军队来说 不但是展示权力 也都可能是 如果你不做是有军纪 你会有后果 也是一种恐吓来的 如果真的到这一步的话 就真的惨了 他连军队都控制不住了 那我相信 目前来说 还没看到这一点的 但是呢 至于如果是开战的话 把那些枪炮给了那些军队的话 他们会不会反水呢 这个又是另计了 再加上当然就是调动资源 你只是有人没用的 如果你没有资源 就是在非战争的情况之下 可以调动国家的资源 就是出师有名去调动这些资源 所以这些就是习近平 他心里面所想的 对内是这么想的 对内可以调动军队的资源 那就是用军队对付人民 说得清楚一点 就是这样 对外当然就是针对台湾 不过可能说针对台湾 也不是太准确了 现在最重要是针对美国 就是他最终打台湾 很多时候他最后背后的 更加深层的一件事 就是他对抗美国 在这个纲要里面提到两件事 一个就叫维护国家主权 另一个叫创新军事力量 运用的方式 这个大家都知道 俄罗斯去侵略乌克兰的时候 普京是从来没有说过 我们去侵略乌克兰 甚至不会说这是一个war 他只是说他们有一个特殊的军事行动 他有个理由就是因为 他进入乌克兰是反纳粹 所以现在似乎是中共用了 武克兰或者俄罗斯这个模式 就是普京这样的藉口 就说如果有些发生什么事情 在台海 譬如两架渔船相撞 或者什么 总之他可以找很多的借口 是他国内的事件 因为台湾是他的一部分 他宣示了对台湾的主权 所以这是国内的事件 任何人去帮台湾 都是干预他的主权 这是他自己的想法 我想这段时间 他在发中国梦 可能就是这个 那么我们上次都说了 就说 为什么美国国务院 在他们的网站里面 说到台湾的时候 是将其中一条删去 就是台湾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这部分删去的 当然他也删去了 就是他不支持台独 但是后来不支持台独 又放回官网里面 但是美国也很清楚知道 如果你承认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国去打台湾是他国内的事情 美国的确是没有这个合法性去做太多的事情 所以这就是他想的所谓的维护国家主权 就是用一些创新的军事力量 用一些特殊的军事行动 来处理台湾的事件 我想如果美国要介入所谓的国内行动 美国都可以做到的 因为中东的几个国家 已经是试过这样的情况 美国是照样介入的 只不过中共就有核武的意思 另外他说到就是创新军事力量运用方式 我们以前都说了 在俄国侵略乌克兰的时候 美国和同盟国 用了很多的混合战 如何去渗透 用假消息去混淆一些东西 用黑客 甚至包括斩首行动 他提到这个 运用的方式要创新 我们当然就会想到这些东西 所以这些东西 我们就觉得自己已经是包罗万丈 在台湾这件事上 如果真的打台湾 他们已经是有他们非军事方面的 那些方案 他在风头火势的时候 出了这样的军令状 也有评论员 比如 王丹 他有个评论 他说 他是靠客 他是虚张声势 他说这个虚张声势 就是中共一贯的做法 就是为了增加在美中较量的筹码 我觉得在真正事情发生之前 都有这样的可能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石头就不知道 但是近期 在习总签署这个 非军事行动干扰的前后 其实发生不少事 都是和台海有关的 第一个先传闻出来 就是美国说 中共在私下也好 在正式场合也好 已经多次提到了 台湾海峡不属于国际水域 这是其中一个 另一个 另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 魏凤和 在新加坡的时候 说了一些非常强硬的话 这两天也看到了 说习总在他生日的时候 普京打了个电话给他 里面说到的内容 克里姆林宫里面爆出来的内容 就是说习总 承认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那个合法性 具体那句话 是习总这样说的 他对着普京说 主度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行动 合法性 如果是这样说的话 会不会他也是想 借助俄罗斯这个 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 对台湾亦来的特别军事行动 这个真的值得大家注意 在习近平 他签署这个军令的干扰之前 的确 就是有些不尋常的事情发生的 譬如我们上次说了 习凤和和美国防长浩斯丁 在美中防长对话里面就说了 如果谁会把台湾分裂出来 我们将不惜一致 这是一个配套来的 习近平这样说 习凤和这样说 接着 其中大陆又说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水域 汪文斌在6月13日的历行记者会里面 也这么说 有关国家说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 操弄涉台议题 威胁中国主权安全 外交部是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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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又出了军令座 所以是一个配套 当然就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彮旦快乐 也就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他不直接回复中共的说法 而是他回复路透社的电邮的 宣文的时候 他说台湾海峡是国际航道 是受国际法保障的公海自由区域 包括航行和飞越的自由 其实我们都经常听到的 经常有讲过 美军和同盟国经常派海军的舰艇 就驶经台湾海峡 不止美国这样做 加拿大、英国、法国、澳洲、德国 都曾经是这样做 他们就是这样穿越台湾海峡 表示这个地方我是有自由的自由航行 他今次这些这样的做法 我想就是令到美国和同盟国 更加是对中国是充满戒心的 另外魏凤和亦都是这两天 讲了一件比较大的一件事 就是他们在发展着核武器 他说考虑到国际安全状态 中国核武器的发展是适当的 再加上这一句 好像害怕事情不够严重 和俄罗斯威胁西风国家 没什么分别的 我们又看看核武的情况 根据国际废除核武运动组织 他刚刚发布了一个报告 他说中国核武的支出 比去年增加了10.4% 大概用了117亿美元 目前来说他有300多个核弹发射井 建造的 和美国也有个统计 大概中国现在有350枚核弹 国防部预测到203年中国可能拥有1000枚核弹 朝鲜就比较少一些 只有20枚核弹 那美国又有多少核弹呢 美国就多了 美国有 根据他们自己说 有5428枚 那么多的 他们是今年的花费 用了442亿的美元 比前一年多了12.7% 那么现在只差一点点 给我们的感觉 就是美国也很厉害 在核武的增加方面 也是很显著 而中共是在追上来的 那么当然就是军费方面 这个中共的军费的年年都增加了 现在已经是稳居全球第二 那么他2022年 他自己说 他自己说 不一定准确的 就是他们的军费是 美金2300亿 而这个美国是7780亿 那就是多过 就是中共三倍都不知道 那就是比我们现在 这个时候 我们顺便都比较一下 大家的军力是怎么样 比较起来 那么就大家对中共 他这些数字就容易拿了 他自己会说 我们都可以去查一下 我们这些数字容易讲 但他真正 他的军力 他的军队的实际情况 能不能打呢 是全球都是公益 不知道的 不是说我们不知道 是外国的军事专家都觉得 不知道的 那就是一般就说 他们可能有强的面 但是也都看到 他们有非常弱的一面 强的一面 你能看得到的 现在他已经是 全球规模最大的海军 这个是美国五角大厦说的 不是我们说的 他们的 比如有很多的战艦 350艘的战艦 潜艇 那就是他们的飞机 空军 也是排名全球第三 就大概有2250部 这样的战机 但这些数字 我觉得说出来 都未必是真的准确了 这个只不过是美国五角大厦 去拿到的情报 不过他在超音速武器研发方面 可能就是名列前头了 就是这些东西 这些是他的体表面上的数字 但是他最大的弱点 就是他从来 自从1979年的越战之外之后 他没有打过仗 没有人在他打过仗 最近的我们可能看到的 就是在印度 印度边境那里 但我们似乎都没有看到 他们真的用了什么的军事力量 就是这一点 是一个令人对他是很大的存疑 当然也有很多人说 军队里面腐败到不得了 很多的问题 不是说你有多少艘航母艦 不是你用多少军费 可以展现出来的 另外就看到的 他们的军事上的劣势 就是他们在全球只有一个军事 在中国以外的军事基地 就是非洲的吉布提 当然最近我们都知道 他不停想在所罗门岛 以及南太平洋的十个岛 他都希望做一些事 但都没有做成功 老乔说到了中共的军队实力 究竟有多少 我们来对比一下俄罗斯 俄罗斯其实他都比中共打多了一些仗 因为在中东里面 在阿富汗他都有打过仗 这是其中一个 但是俄罗斯一直都被认为是大二大军事强国 在美国之下 这一次的俄乌战争 非常明显看到俄罗斯的战斗力 真的相当之悲哀 也是非常可笑的 前一阵 阿石头的一个嘉宾 他跟美国的一个军队里面 有少少将领级的人聊天 他问到 你们怎么看俄罗斯现在的战斗力 他们答了一个词 就叫做 月兵式的战斗力 大家知道了俄罗斯 中国 朝鲜 甚至乎是那些独裁国家 最喜欢做的一个动作 就是月兵 因为又整齐又好看又漂亮 阵容鼎盛 在那个时候 就拿了他们那些 研制好的 未研制好的 究竟打得不打得的 全部拿来展示 对不对 说得清楚一点 就是靠客 这一次艾凤和 其实讲到这个核武的时候 他也提到了这一点 说说月兵的时候展示出来的那些武器 已经全部部署在军队里面了 是还是不是呢 没人知道 是扣客的嘛 所以 看看俄罗斯现在军队里面的军粮就知道了 是苏联时代的军粮来的 那么中国大陆会不会 也都好像刚才在路桥里讲的 他的伙子这么贪污的话 会不会他的军粮都没变呢 其实这个 都可以打个问号 不过美国就真的很厉害 美国根据这个 首都华盛顿大学 他们的一个统计 就截至 去年的7月为止 在全球80个国家里面 美国有750个基地 军事基地 所以这个 在实力方面 你见到中共是爬上来 特别在海军方面 他们是用了很多钱 很大决心 但是问题在另外一方面 他又给我们感觉到 他们似乎真的很 怎么说 很不诚勢 你没有打过仗 但美军就不同 美军真的打得很重要 他们真的真的很厉害 打得很厉害 所以就不知道了 这个到时 是很威 或是很不威 我们真的不知道 也有人说 中共的军事 强大的军队 不是主要拿来打仗 而是宣传 宣传给国内的人看 也宣传给海外的人看 给那些敌对国家 美国 是一种 怎么说 是一种虚张声势 这个就是黄丹所说的 是另外一种的虚张声势 不知道了 很多时候打了才知道 究竟是怎样的 还有一个作用 我刚才说到的 签署了这个非军事行动干扰之后 就可以动手对老百姓 用军队阵压 习近平究竟拿不拿到军权呢 他究竟稳不稳呢 我觉得从魏凤和去配合他 然后外交部配合他 或者都不是好像人家想象中 他是军队中 他没有权力 他应该有这个权力 如果不是他早就想了下来 特别如果我们看看人民日报 即是这些头版的报道 或者是关于他 即是在军事上 他的一些口号 人民日报也好 解放军部也好 一些这样的口号 譬如说 他的口号就是说 要强化维护核心 听从指导 或者是忠诚维护核心 指致奋斗强军 很多这些口号 的确 你会见到是经常出现在 在这些报纸的宣传的头版头条里面 所以我们就当习近平在军事方面 仍然有一些不多的控制权 或者有很多的控制权 不过当然在他作为一个独裁者 他永远有一个疑问 就是说 那些军队最终 会不会真的 要他打那时候 他是去打 而不是将枪 调回头 来对着自己 这个是永远一个独裁者 永远有这个疑问 他们的不安全感 和他们的独裁 是完全是挂钩的 这一个干扰 就是他出动了最重要的杀手锏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一个他军委主席 他拿出一个这样的杀手锏 的时候 当然 对里面的政敌 可能有少少威胁的作用 对外面的外交 或者是军事上的 他的对壘 也都可能是 有一个提醒的作用 就是更加要小心中共 那就很不觉意 这些投资人 也都马上拿到 一些这样的提示 就是他们的看法 就说已经是想走的了 已经看到很不够 清零又不够 经济下行又不够 再看一个这样的军令狀 就是在中国大陆 经济和政治是分不开的 在里面投资 如果你只是看经济 你不看政治 你死了都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在里面投资的人 是一律将经济和政治 当作一样的看法 当这个军令狀 出了来之后 军令干扰 出了来之后 很多人就在预测 最坏的情况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情况 就是清零失败了 经济崩溃 然后二十大就延后 全国军管 这是最坏最坏的情况 这是第一个情况 很多人就说 这样习近平落台未必 就是习近平面对 现在这样的整个国家 已经分崩离息 整个中国分崩离息 是在贫乱这个瓦解 整个社会 整个国家 在贫乱这样的 这么大危机的情况之下 谁肯去接手呢 我觉得有个很大的疑问 真的有很大的疑问 有没有人愿意 在这个时候去接手呢 那就会很乱的了 如果是他一区继续连任 那国家已经是分崩离息 再下去都是很惨 他是一种加速师来的 他只会更加在那里加速 他有机会加速了 他不怕了 没有人阻止他了 如果是有人连任 就是这么大胆的话 那对面对一个 这样的分崩离息的国家 这个人又会是谁呢 又会怎么去处理呢 就是简然之就是 整个中国是处于一个 非常之动荡 或者是不可以预测的 一个这样的情况 做生意而已 是不是赚钱而已 看到这样一刻 要走就要走的了 那如果习近平真的走到 刚才我所说的最差的 一步二十大延后 然后军管的话 那他的政敌又没有人够胆 和他托这个盘客 或者是烂摊子 没有人去接这个烂摊子 那他都得逞的了 明明啊 甚至呢 就不用打台湾都OK的了 到时他连任是没问题的 虽然国家已经支离破碎 我想都值得一下的 他这么想连任 这么想做第三任 就算是不惜是怎么说的 玉石俱坟 只要他做到 他都觉得是值得的 哇 要玉石俱坟这么厉害啊 今天我们真的要认真地跟进一下这个事件 看看这件事件后续还有什么反应 如果你现在看着我们的节目 还没订阅的话 请你点击右下角订阅 顺便点击小铃铛 我们每一次有新的节目的时候 都会通知你的 这里是月光有你 拜拜 谢谢大家